感情诈骗越来越多 基隆一名60岁陈进富人汉自称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派驻叙利亚的维和部队将军安德森 安德森聊天约两个月 上月27日富人至台湾银行坚决要汇款 过程中还一度发表认为警察管太多 幸好基隆分航行员及保七总队员警接力苦劝一小时 富人才打消汇款念头 保七总队指出 今年至今已阻止12起诈骗案 其中十件是感情诈骗 而维和将军就占七件 诈骗金额从500至7000美金 约万元至20万元新台币 其中陈姓富人甲称要贵钱给家人 但银行行员发现她行为异常 通报保七警察协助 避免遭到诈骗 陈姓富人见两名行员和四名原警 上前关系 情绪激动喊话 我又没犯罪 只是要汇钱 警察怎么管这么多 更愤怒人一服 摔物品 众人先行安抚 臣富情绪 陈台脱口而出 她从叙利亚逃到中国大陆 被阻止不能台湾 急需用钱才要帮忙汇款 警方随即发现这是诈骗集团一贯诈骗手法 且一次要求会5000美金 约15万新台币 众人从下午二时许苦口 破心劝说约一小时 举例说明将军感情诈骗案例 直到关门前 富人才打消念头 警方分析 为何部队将军的诈骗手法 将男角色设定为英勇的将军 既神稳又有魅力 45岁至60岁单身手女 与社会互动不多 且有英雄崇拜 较容易是诈骗集团的肥扬 每天甜言蜜语的老公 突然沦为落难英雄 手女势必全力以赴提供精元 情绪激动心急着汇款 忽略早已一步步陷入诈骗圈套